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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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魂火中蔓延 一念荒泉归藩 少年此生不返 枝朝 山道三千 踏着混沌中煙 披荐一我无间 燃尽心的腕盛 炼尽天地成欢 弹枝飞烟 萧尽虚伪归辩 无畏血色失恋 再战 池水已弄为红颜 守望耕固的誓言 超别世间呼喊 倒尽冷暖身几线 火焰将一年催炼 酒龙在心魂盘旋 顺习赴闻线 冲破枝骨的锁链 凡尘乱青流年 天头消负云散 回首剑将抵抚天房 雪有热情善然 离孤单心慕悍 他重新慕悍 龙兵殿 战河山破旋几万狂乱 是梦被将军已化剑 他名阳成天转星与火燎原 一共战云阔炎 重想念及红颜 提笔剑 看谁去情思迁 凡尘沦尽流年 天不消不云散 回首剑将你赴天房 雪有热情善然 离孤单心慕悍 他重新慕悍 浪灵殿 战河山破旋几万狂乱 山河边将这一化解 他名阳成天转星与火燎原 你就是罗征 正是 这魔族人明明也只是战将而已 竟然能给人如此强烈的威压 实力恐怕不容小觑 他们说的没错 虽然你属于人族 但你并非一般的战争 那这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将在第十层等着你 希望你不要逃走 或者一直归缩在这里 但我还是希望能在比斗场解决你 我来罪恶之塔 目的当然是进入更高层 至于你在第几层等我 和我毫无关系 你根本不是我的最终目标 岳手大人可是研磨圣体之中最强的天才 人族小子看我怎么收拾 不错 人族之中很少有人拥有如此气魄 我越来越期待与你的战斗了 至于你们几个 让它自由晋升就可以了 我们走 对了 飞儿 他们刚才说自由晋升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 晋升罪恶之塔的下一层需要积分 但某个生灵实在太强 没有人敢挑战 就无法兑换到进入下一层的资格 但如果在三天之中无人挑战 不需要积分就能够得到下一层的资格了 原来如此 这里的规则还真是精妙 我就跟到这里 你去做自己的事吧 赤龙 现在可以开始了 不错 这里很适合修炼星辰战体 按照星辰战体总纲中的秘法 一念化神 遨游泰西 我的意识完全融入了感知之中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海神大陆 好庞大 这个大千世界比我想象的大得多 那是 中域 以及暴乱星海对面的神国 这里竟然比四大神国的面积还要大上百倍 这究竟是哪里啊 还有一块大陆 再往上看一看 原来整个大千世界 就是被巨大的白雾形成的墙壁所分割 形成一个菱形的天地 那尽头是什么 再往上飞行吧 会有答案的 这里应该就能看到了 真没想到 所有的大千世界连在一起 看上去就像是某种凶兽皮肤上的鳞片 真是太广大了 这是什么呀 这么大的巨兽 竟然还在大千世界之上爬行 倘若它一直如此移动 岂不是毁灭了无数个大千世界 比起这无边无险的环宇 人还是太渺小了呀 已经接近星辰了 星辰居然真的有意识 而且似乎在拒绝我 换一个吧 这颗星辰依旧拒绝我 这颗星辰居然在朝我咆哮 脾气也太不好了 这颗 它好像很温和 似乎愿意接纳我 成了吗 听赤龙的意思 第一次与星辰沟通 想要引动星辰之力 困难至极 可我似乎做到了 总有一天 我要知道 这号称百万大千世界的尽头 究竟是什么 店主 据我们的线人来报 近来催袭的举动 似乎有不同寻常之处 你是说 他竟然又在筹划攻打云殿的事 那倒没有 只是 他突然往虚天城的西家堡去了 我记得在天渺仙目中 虚灵宗并未同催邪有过什么过节 虽然这次催邪折损了四妙龄 但是以他的旗运 我担心会很快东山再起 崔邪旗有可能 找到了新的拥有子迹阴体的人 你快去盯一下 小剑 你终于回来了 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当然是因为 想听你讲天渺仙目的事情了 收获怎么样 无聊透了 我没有挑战到想挑战的人 拿到的宝物也被大伯收去了 先进屋慢慢聊吧 你说的果真是此人 若是西家的小姐 我怎么从未听说 这西家小姐因为拥有子迹阴体 才被族人藏匿于此 西小剑其实是西家的养子 不过西幽秦修为不够 若是现在把他抓走 徐灵宗必然会找我麻烦 看样子是时候筹备天邪宗的计划了 到时候终于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是 属下随时听后调遣 实在有点担心罗燕的情况啊 在海神大陆 一点忠愈的消息都得不到 就快修炼成功 早日回去吧 不错 你现在得到一颗星辰的认同 我就传授你引动星辰之力的方法 成了 还有谁来挑战我 魔族人果然遵行了乐手的命令 准备让我空场了 你这边已经有了三天的空场 带你进入下一层吧 嗯 那走吧 还有谁来挑战我 是紫玉 他竟然也来罪恶之塔了 妖叶一族的神级天才吗 罗征 正好想真正切磋一下 杀了我 本来一掌 你这挨打不是我的习惯 洛燕花剑阵 这颗柔情 但我就算死 也不会死得这么窝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